第四節 我們剛才幾節都是講電和電腦 這個梁子糾纏 我們要講講生物 或者病毒核 大家知道最近這個瘟疫都是由病毒引起 由了肆虐 聽聞有個個案很令人害怕 有一個人中了喉豆的病毒 就是最新的一種 同時中了肺炎 同時中了愛滋病 全部都中了 煉鼓了 這真是 這真是比六合彩厲害 是的 不過中間會有一些關聯在那裡 一定有關聯 接觸那太多人 接觸那些不適合的人 現在問題是 如果我們在那個病毒上面 有兩種不同的病毒 大家混合了 那一件好事還是壞事呢? 這裏可能大家直覺上都聽過 就是說 如果你病開 一個病還未好再染第二病 會特別辛苦 甚至乎變成一些更嚴重的疾病的機率會高 其中就是 你說純粹小時候那些傷風感冒發燒 可能有時候大家都試過 嘩 試過一兩次病得很重 其實很可能就是 一隻病還未完 另一隻病又起 那我們的理解就是 免疫力弱了 怎樣怎樣怎樣 我們好像看到一些叫 譬如你說雙重感染 多重感染的時候 令到出來的病是更加辛苦 以及對生命威脅更加高 我們直覺上有一種這樣的感覺在那裡 好像似乎是不會出現這件事 實際上我們都看到一些證據 譬如台長剛才你說的例子就是喉悼加愛滋病加這個肺炎 而事實上 大家還記不記得 那個Omicron病毒 怎樣走出來 那個變種呢? 相傳就是說 大家還記得Omicron這個變種是由南非開始發出來的 南非自己本身是一個 愛滋病帶菌率非常高的國家 有很多這些病人 本身已經染了愛滋病 然後他也染上了肺炎病毒 而肺炎病毒 當時來說最流行的變種就是那隻Delta 是不是? 但是 這些本身身體免疫力已經是帶有愛滋病病毒 身體免疫力比較弱的人 他們對於Delta變種的免疫反應也都比較弱 令到這些人身體上就可以很長時間積聚了一個比較高劑量的病毒 於是 也令到這個病毒在一個比較相對穩定的環境 去做很多演化的嘗試 即是說不是只有十幾二十日時間 讓他去醞釀新變種 可能是一個很長時間 甚至乎就是他一直都長期要是重症 餓床 一直都好不回來 我們現在的證據顯示 這些Omicron的變種就是 由一些本身已經帶有愛滋病的病人 他自己的免疫力被削弱 於是他身體成為一個煉身股 一個好的地方 就煉到這隻Omicron出來 現在我們看回 幸好這隻Omicron呢 傳染能力高 但是殺傷力反而沒有那麼高 那這個就幸運了 我就會說 大家不要忘記 就是說Delta自己本身也是一個 殺人能力沒有減弱 但是傳染能力高了 也是對於疫苗比較有規避能力的變種力 但是結果Delta出現不久之後 就出了Omicron 就把Delta蓋走了 所以這裏也看到就是那種 重複感染 就會令到身體有一種 你想不到的機制出現 這件事是可以發生的 好了 這裏是一回事 但是這個星期我們發現了一個新的研究報告 它說的是另外一回事 而且那種給出來的答案 我覺得更加神奇 更加恐怖 我們剛才說的就是你染了一隻病 然後它令到你的身體變弱了 然後你再染第二隻病 這就符合了我們一路的想像 我們有一隻菌令到免疫力變弱了 第二隻菌染下來的時候我就病得嚴重一些 容易死一些 這就是合乎我們自己的想像 還有我們在現實的案例我們觀察到 但是我們這次現在看到就是有另外一種的新機制 是令到兩個病毒相劍合璧之餘 都是透過另一種機制去侵害了人類的免疫系統 然後它也可以造成更大的殺傷力 是一種我們以前沒見過的機制 但是原來我們這次第一次發現到的 之前都不是沒有人去猜的了 譬如我這裏就這樣說的就是 譬如一隻病毒它現在說的是流感 還有另外一種好像是腺病毒這樣的東西 它們是兩種病毒來的 它們有兩組自己不同的基因 但是現在看到很有趣的就是 我們觀察到那些病毒是有能力玩合體的 它合體是什麼意思呢? 它是由基因層面去合體的 兩種病毒基因合體之後變成一種全新的病毒 這種全新的病毒是很有趣的 在它那個病毒的外殼表面是有齊它原本兩種病毒的外殼特徵 那好了 如果你說你本身都已經對於這兩種病毒都有免疫力的話 那照計應該沒有什麼問題的 但是如果你對於這兩種病毒本身都沒有免疫力的話 那自不然你就會被它感染到 但是還有第三個情況 它說如果那些病毒是這樣的合體 能夠形成一種這樣的合體的話 它就算你是對其中一種有免疫力 但是對另外一種沒有 那這裏問台長你猜一下 你覺得這樣我們身體能不能夠抵擋到這種這樣的新變種? 當然抵擋不了啦 有其中一個可能性存在的嘛 現在我們發覺就是兩種病毒合體 如果其中一種舊病毒 你曾經感染過你是免疫的話 它只需要跟一種新病毒合體的時候 而那種新病毒你是沒有感染過的話 是有可能你會在最後他們的合體 你是擋不了的 然後他們找到最驚奇的地方就是說 那種舊的病毒 可以利用新病毒來幫助它進入 人體的細胞 令它可以繼續騎劫人體的細胞 令人同時幻想了兩種病 那兩種都是一種呼吸系統的疾病 這個現象 我們之前估計是會這樣估計的 但是首次觀察到就是剛剛這個星期 就是有人發表了這個成果 第一次看到 那其實最驚訝的地方就是 兩種病毒竟然是自己這樣去合體走出來 就不是說我這隻去攻這個城 然後我攻開了就輪到你攻下去 就不是這樣的 而是兩種東西自己合體雙劍合逼別 成一個新的東西去炸進你身體的細胞 然後是可以成功 還可以達到一種叫做木馬屠城的效果 我可以借助你這隻新的病毒的本事 來令到那個宿主 不只是病你帶進去那種病 而且是連我這種舊病 它一樣會繼續病回多一次出來 這樣才是最恐怖的地方 其實由這種機制我們就多一個進路去解釋 這些叫做雙重感染現象 是為什麼有時候可以對於某一些人 是造成了一個非常致命的現象 就算他身體有其中一種病毒抗體 但是為什麼他還可以病得這麼厲害呢 就由這裡可以得到一個解釋 但是在生活上我們怎麼解釋合體 我和你不可以合體的嘛 就算我們怎麼想 這一點也不知道它是怎麼來的 其實這種合體 你都想像到就算任何任意的物種 不要說病毒層面 任意的物種 你想他們自己的遺傳鏡去混合 變成一塊新的東西 不是那麼容易的 但是在這些病毒層面來講 它可以發生 而且它應該都會比起一些比較複雜的物種 更容易發生這種現象 是的 如果這種情況是發生的話 我們可不可以想像 舉個例子說我們就是冬天 有這個男性感冒 那會不會突然間 有一天 就是男性感冒 基本上可以處理 但是如果他們真的會合體 有方法合體 其實這裡為什麼一直這麼難找到這種現象呢 就是你要追蹤到這樣的現象 不是那麼容易的 現在他們應該似乎在一些病人身上 去找得到有一種這樣的現象出來 他發覺有一種新的病原體 他同時擁有了兩種病毒的基因 和他的外殼表現了兩種病毒的特徵 都表現了出來 然後病人就是 對健康的損害很大 但是這件事情 其實無形中都聯想到就是說 在自然界 或者我們研製疫苗也好 以及去做基因展輯 基因改造的時候 其實我們不小心 人工地去運用到這些機制 我不知道大家 可能大家都聽過基因展輯技術 但是基因展輯技術 你要將那段基因帶到你目標的物件 來將一塊你想要的基因 換入最後的目標物的遺傳基因 你其實要用什麼呢 原來你就是要用到一些載體 那些載體很多時候是一種病毒 你將那個病毒裡面的基因的內容抽空 你去放置你自己想要的基因 然後那個病毒載著你的基因 就木馬屠城 進入了那個目標的細胞 然後將那段基因可以放進去 由新細胞製造出來 那麼疫苗的原理 這是其中一個原理 就是我們鮮病毒疫苗 不是鮮病毒 鮮病毒疫苗 本身就是用一種這樣的原理走出來的 譬如你所說的 現在Astra的疫苗就是這樣走出來的 這種基因展輯技術 透過這些病毒作為載體 就是將一些基因資訊 去帶進去另外的那裏 那它可以成為一個剪輯的效果 但是現在只不過就是 不是剪輯 就是不是剪輯 不是剪輯再重新進去 而它是兩塊基因資訊 新和舊的混合在一起出來的 就是現在出現的情況就是 一個是大自然界自己 懂得將一些東西去黏在一起出來 那就是一個機制 不過它這裏有說的 其實它們自己看到這件事情 它們自己都是做一個試驗 是將兩種的病毒結合在一起的 就是換言之這個過程 本身其實可以是自然界出現的 都在人工的實驗室裡面出現的 這裏呢 這裏就會發出另一個危險出來的 其實這個都越來越多 比如說這兩個星期的討論都多的 不過我們就沒有選出來講的 就是說我們未來怎麼去限制一些 殺傷力更高的一些病原體的研究 就是你如何去分一個界線 你是在做一個生物武器 還是純粹在做一個醫學研究呢? 我不知道現在的肺炎病毒本身 是不是真的來自武漢的實驗室 但是你基本上知道武漢實驗室的本質 就是去嘗試去把那些原有的沙士病毒 去不停地去玩來玩去 他未必一定是想玩一塊東西出來 是更加嚴重去圍禍世界的 但是裡面就是要不停地去試 你最後試的東西如果控制到 可以幫助我們去研究獲得新知識 這是一回事 一旦有什麼意外失控 就可能變成一個武器或者一個全人類的意外 但是講到這裡也要講清楚就是 這樣不代表武漢實驗室就一定是去製造 無意中改變得厲害了 殺傷力大約都不知道的 無意中製造了一件很厲害的股 這件事我們怎麼去限制它 好好的去監察它呢 是一個股很大的問題 如果好像在這次研究的範圍裡面 那個研究人員是自己嘗試人工製造出來的話 那反而是幫助我們去了解 這個過程是怎麼去發生的 還有去了解到就是說 這件事有多容易有多難發生 還有我們希望透過能夠了解得越多 掌握得越多 就懂得去找一些方法去介入 令到這件事去減少發生 我們會是 你不是這樣做 你沒有辦法去找到更加多的線索 不過這樣說 它這個呢 就跟我剛才說有一點出入的 我起初以為真的是 其實它就將兩種的病毒 擺在同一個肺的細胞裡面 就不止說將它運入 但是問題就是 剛才我說的也不是 因為為什麼全世界很多實驗室 都是在做這件事 是將所有的病毒 將它混來混去 就是將裡面的基因調來調去 看看那個效果是怎樣 其實它這次的結合 很可能就是由肺細胞自己磨出來 可能就是一個病人 他本身同時感染到這兩種病毒 就在他的身體裡 自己的細胞就會有時 產生了這種K胎 就是兩個病毒合起來了 原來它是適者生存 很有利繼續感染下去 它就會繼續數目放大 其實很可能就是一種演化意外 是啊 好了 我們四節就結束 接下來就有科學會錄 大家就不要走開了 聽完第五節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